武神主宰 第五千六百七十六章 给老子下套 作者 按摩师 该死 为什么要逼我们 宁木瑶身形陡然如同幻影一般 融入这片虚空 神色愤怒道 我们死灵一族 只想安心生存而已 为什么连这点 你们都不愿意给 名神杀阵 宁木瑶咆哮一声 一道道可怕的阵光 在他周身 瞬间冲天起 消呼 伴随着宁木瑶一声怒吼 四周虚空天地之中 陡然响起一道道可怕的进风之声 迷蒙间 一道道恐怖的死灵气息 瞬间冲天起 这些死灵气息迅速流转 竟是化作一道灰红的阵法 浮现四周天地间 诸位 容阵 宁木瑶立刻出声 他周身的诸多死灵强者们 在瞬间直接顿入 到了四周虚空之中 瞬间落在了此阵的各个角落 嗡 如同一颗颗黑色棋子 下在了白色棋盘之上 诸多死灵强者坐镇大镇 分别掌控大镇的一个角落 而大镇最核心的位置 正是宁木瑶所在 且 宁木瑶一声力喝 四周无数虚空气息 刹那间 如同一条条的鱿鱼一般 迅速地朝着他汇聚而来 原本在这虚空之地中的虚空气息 都是平均分散的 遍布在虚空之地的各个角落 但此刻 在这明神沙阵的汇聚之下 远处其他地方的虚空气息 瞬间为之一空 全都集中在了诸多明界大地 和宁木瑶他们所在的 这一片天地之间 去 一道道如同 利芒一般的虚空气息 在宁木瑶身前大镇的影响之下 迅速化作一柄巨大的利剑一般 对着前方的镇压而来的五月鸣风 悍然展落下去 哄 一剑出 天地崩 惊人的轰鸣声响彻天地 那绽放着可怕切割气息的巨大利剑 强势披在五月鸣地的五月鸣风之上 惊人的轰鸣声中 五月鸣声剧烈阵战起来 下一刻轰然道飞出去 砸向后方的五月鸣地自己 什么 五月鸣地脸色大变 急忙出手抵挡 他的大手按压在道飞而来的五月鸣风之上 一股可怕的冲击之力袭来 五月鸣地闷哼一声 只觉得身体宛若被成百上千座大山 狠狠砸中了一般 差点没喷出一口鸣血来 哄 他急忙压制住体内的气血涌动 这才止住了自己吐血的冲动 而在他停下身形的瞬间 他背后的虚空直接崩碎开来 可怕的冲击以他身体为中心 迅速弥漫向后方的其他诸多鸣街大地 不好 小心 快躲开 其他鸣街大地一个个脸色大变 只觉得浑身汗毛竖起 脑海中涌现可怕的危机之感 哄哄哄 他们疯狂出手 一个个急忙倒退 抵挡这些席卷而来的冲击 但是 五月明帝修为强悍 的确扛住了宁木窑 施展杀阵袭来的力量 但诸多鸣街大地 在这股气息下 却根本无法抵挡 在一顿手忙脚乱之中 不少鸣街大地 纷纷惨叫起来 一个个一边抵挡 一边暴退 神色惊恐万分 啊 在这过程中 更是有大地 位于冲击的最核心 肉身当场崩溃开来 宁若千刀万寡一般 发出凄厉的惨叫 他的灵魂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急忙就要冲天起 但是这冲击何等可怕 根本必无可避 眼看这一尊鸣街大地 就要死在这冲击之下 突然 哄 一道浩瀚的漆黑河水 骤然蜿蜒而来 浩浩荡荡的漆黑鸣水 瞬间拦在了诸多鸣街大地身前 替他们挡下了不少冲击 黄泉河水 是幽冥大帝 众人惊喜中急忙转头 就看到幽冥大帝脸色凝重 竭力催动黄泉之水袭来 替众人护住这可怕冲击 但是失去了黄泉河水的守护 幽冥大帝所在的区域 也顿时出现了漏洞 有一些虚空气息 如同漏网之鱼 狠狠披在了幽冥大帝的身上 扑扑扑 幽冥大帝 浑身鸣血蹦践 顿时闷哼一声 身形无比狼狈 这些虚空气息威力极强 立刻在他身上 留下到的窝口 虽然无法伤害到他根基 但那浑身鲜血的狼狈模样 还是让其他大帝心惊肉跳 暗自后怕不已 妈的 你们一个个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退 幽冥大帝看到不少大帝 居然愣在那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忍不住怒骂出声 这些大帝瞬间被惊醒过来 一个个急忙后退 这才脱离了冲击所在的位置 哄 幽冥大帝见状急忙将黄泉河水 重新吊集而来 守护在四周 抵挡住四周的虚空气息 这里这才重新恢复了安宁 多谢幽冥大帝大人出手相助 休灭感激不尽 那先前被轰破肉身 只剩灵魂的大帝迅速重塑肉身 然后对着幽冥大帝感激行礼道 先前若非幽冥大帝及时出手 只剩灵魂的他 在那虚空气息的冲击下 肯定必死无疑 多谢 大帝 多谢幽冥前辈出手 其他劫后余生的大帝健壮 也都纷纷行礼 一脸感激 心中有着后怕 没有幽冥大帝 他们先前就算不死 怕也要重伤 一个个都机灵点 幽冥大帝瞥了众人一眼 脸色难看地骂了句 然后不再理会众人 而是豁然看向五月明帝 怒声道 五月 你刚才做什么 什么做什么 五月明帝脸色难看地 扫了眼幽冥大帝 这幽冥大帝发什么疯 突然骂他做什么 此刻他的五月明帝 还沉浸在之前宁木瑶的攻击之中 目光死死盯着那名神杀阵 在这阵法的加持下 宁木瑶之前的攻击 蕴含极其恐怖的力量 绝对已经达到了巅峰大帝级别 甚至足以威胁到他的安危 幽冥大帝愤怒道 以你的实力 足以彻底挡住先前那攻击 不泄露一丝一毫 为何故意要将冲击 转移到阵型中来 你可知 这举动有多危险 什么故意转移 幽冥啊 你可别给我瞎扣帽子 五月明帝冷哼一声 对着幽冥大帝不屑道 哼 我若强行抵挡 的确是能完全挡住 可定然会吃个闷哼 导致身体受窗 而我现在先行抵挡住一部分 再将剩余的冲击引到后方 后方有你 和石殿坐镇 难道还挡不住这么点冲击吗 我和石殿自然没事 可这里还有我冥界其他大帝 你就不考虑这冲击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吗 你这么做和草菅鬼命有什么区别 幽冥大帝愤怒道 其他人的死活与我合观 幽冥 你什么时候如此正义 五月明帝下意识地开口 话说一半 心中一惊 急忙闭上了嘴 转过头 他就看到其他诸多大帝 都是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甚至能够从其他大帝的目光深处 看到一丝丝的愤懑和不满 妈的 幽冥你这家伙竟然给老子下套 五月明帝心中大怒 他就说 这幽冥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 这特吗 在故意收买鬼心呢 诸位 本地不是这个意思 五月明帝连皱眉开口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 什么意思 幽冥大帝冷亨道 你勾结深渊一族 自然不把我明界其他鬼秀的命 放在眼里 也对 这里如此神异 定有重宝隐藏 若是咱们之中多死一些大帝 到时候 你自然就能多分到一些宝物了 其他明界大帝的目光 愈发变得阴沉了 妈的 幽冥 你这狗东西 哼 五月明帝话音未落 顿时一道可怕的杀意袭来 就看到宁木瑶再度催动名神杀阵 汇聚成一道道的可怕的虚空巨剑 悍然劈斩而来 妈的 五月明帝惊怒万分 硬生生将到嘴边的话给憋了回去 急忙催动五月明风进行抵挡 哄哄哄 这一次 宁木瑶催动名神杀阵不断出手 惊人的轰鸣声中 五月明帝连连后退 因为有先前的危机在前面 其他大帝一个个急忙守护在一起 而五月明帝也不敢肆意将冲击转移到后方 只能硬生生地去扛 只是他才刚扛没几下 扑 他体内气血涌动 当场吐出了一口黑血 这 他心中大惊 急忙惊怒 感知向自己体内 不知何时 他的五脏六腑 竟都已经裂开了 这虚空气息 在汇聚在一起之中 蕴含一丝丝可怕的渗透之力 每一次 他虽然用五月明风硬抗住了 可还是会有一丝些微的本源之力 渗透到他的身体之中 这一丝本源之力 本质极其可怕 竟连他达到了巅峰大地的肉身 也无法抵挡 在一次次的渗透之中 悄无声息出现了裂缝 好在他发现的极时 若是他继续应接下去 回头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肉身 极有可能要面临崩溃了 不可能 这世上怎会有力量 能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本座体内 破坏本座的肉身 本座可是四级大地 明界最为顶尖的巅峰大地啊 五月明帝心中惊怒万分 亥然之中他急忙抬头 看向头顶虚空宁木窑所在的大阵 明神大阵 难道 此阵和远古 曾经的明神 有什么关系吗 若是如此 五月明帝心中狠狠一抽搐 如果这里的气息 和远古明神有关 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 只有这等强者 才能留下如此恐怖的手段 不能再硬抗下去了 想到这里 五月明帝心中是又惊又怒 狠狠看了眼后方 再也不管不顾 将遭到的冲击 直接引向身后 哄 刹那间 场面一片混乱 本章完 就像是下雨的感觉 别復兇一片 就像是下雨的感觉 疯狠看了 前面的 感谢观看